所以瑞德 今天我們看的是 琉球時報公布的這個消息 也就在日本東京奧運結束後 擁有十五萬兵力的陸上智慧隊 竟然要有十四萬人 你看一下 這些島都是小島 我十四萬人怎麼塞 代表真的是這個地方 已經是寸土必爭了嗎 事實上 那麼日本的這個 黃衛大臣岸信夫所提出的理論 中共如果攻打臺灣 臺灣不保 間隔群島 也就是我們說的釣魚台 跟中共說的釣魚島 一定不保對不對 釣魚台不保 琉球不保 琉球不保 日本不保 很簡單 這是一個一連串的 一個第一島鏈的概念 整個第一島鏈全部破功 有相關性的 各位 沒有錯 那麼站在美國的立場上面 他也不怎麼可能 看你這個第一島鏈的 這個珍珠串鏈的整個毀掉呢 不可能嘛 為什麼這樣講呢 單單日本的陸上智慧隊 十五萬就出動了 十四萬的病例 你以為只有十四萬嗎 這個十四萬講的是 日本陸上智慧隊 還有海上空中 我請問你 日本的海上跟空中 會不會出來 會 那麼如果美軍出動 海軍陸戰隊的話呢 他們的飛機也會出來嘛 你看我們想像得到的 F-35這些飛機 都會出來對不對 那麼日本的相關的智慧隊 包括空中的飛機這邊 會不會出來 當然會出來 海上不要小看日本的 這個海上的戰力耶 事實上早在我們台灣 現在連一艘神盾艦都沒有嘛 他們早在二十年前 就已經有神盾艦了 你知道嗎 而且日本呢 它不像中共 中共一年不是在建二十五艘軍艦嗎 日本是建一艘 慢慢的一艘一艘一艘這樣建 然後呢 把自己本身所有裡面的武器 全部都建起來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 日本在去年底的時候 決定了一件事 我們現在在講釣魚台 跟這個等於台灣的重要性嘛 你知道釣魚台離哪個國家最近 台灣一百多公里而已啊 旁邊才是要距離這個 中國的溫州跟距離 琉球的那坝等等 事實上都比台灣要遠很多 對 以台灣來講一百七十公里 溫州三百三十公里 到那坝四百一十公里 對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我問你嘛 老共拿下了台灣 他會不拿釣魚台嗎 老共拿下了釣魚台 他會不拿台灣嗎 就變成這個一個理論嘛 這套理論就是說 臥榻之旁起榮他人酣睡嘛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去年底的時候呢 日本一口氣 以前日本部署了一個 部署了這個十二式的房間飛彈嘛 對不對 他那十二式的房間飛彈 他的射程只有一百公里 對 那麼他們後來呢 決定把他推到兩百公里 你知道嗎 現在在去年底的時候 一口氣決定把他推升到四百公里 他的所有的預算那個飛彈 那個十二式的飛彈的預算 你知道他整整已經增加了十二倍 而且立刻批准立刻下去 就是放在宮古島的 對 那我請問你嘛 宮古島你拿那個字 我們從地圖上面可以看得到 宮古島就在這個十雲島 就在這個釣魚台的旁邊嘛 對不對 宮古島上面被 貼備了這個所謂的十二式的反艦飛彈 他未來的射程是四百公里 什麼意思啊 中共的任何一個航母艦隊 他想從宮古海峽過 請問你 他過得了嗎 過不了了嗎 怎麼過啊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十二式不是說我們在吹噓 因為中國一直在吹噓 他有英籍多少英籍十二 霹靂十五 他有東風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六 一大堆啊 那請問你 日本那麼重工業的一個國家 那麼他三明工業連自己的這個 等於說坦克什麼都可以自己造 他的十二式飛彈 你知道他的十二式飛彈的精準打擊率 差別在什麼地方嗎 他一樣是巡弋飛彈 他一樣是天海飛行 但不一樣的時候他也有GPS 不過他的GPS不是美軍的 他的GPS是自己的衛星的 你知道嗎 所以是有自己的GPS 沒有錯 那我們大家都太低估日本的戰力 都以為日本好像都養這個美國之鼻息 他為什麼一定要花錢 研製自己的相關的飛彈 這十二式的飛彈 他現在發重金 是本來的十二倍的預算 下去弄 弄了以後 在宮古海峽這邊我講白了 那麼它下面 宮古海峽的下面 有美軍的潛艇感知器 你的潛水艇 中共來來去去 他都知道 你的海面上跟你的空中 十二式也好 還有包括各式的防空飛彈也好 請問一下宮古島的這個旁邊 他最近的這個相關的國家是哪一個 不是台灣嗎 台灣在我們的北部跟東北部 我們一樣有反艦飛彈 最有名的熊二跟熊三 你知道嗎 那你只知道這兩個飛彈 就夾擊在這個地方了以後 中共的潛水艇管理是什麼 山東號 遼寧號 有管理是洞五四洞五二洞五 都一樣 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 日本就要告訴你一個概念 日本也不是說 真的要為你台灣打仗 這麼講義氣也不是 大家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站在政治的利益上 你看岸信夫在回答 日本的這個相關的 媒體記者訪問的時候 就直接講 說你不要忘了 台灣有我們三萬僑民 你知道嗎 那現在台灣旁邊 有我們的釣魚台 釣魚台可能被拿 我問你嘛 如果真的只是為了 要奪回釣魚台 萬一被老共也拿下 需要動用到 十四萬的陸上智慧隊嗎 陸上的智慧隊 已經是國與國之間在打仗了 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 那麼日本自己本身 他這一次陸海空軍全部動員 美國據我所知 陸海空軍之外 海軍陸戰隊也會全部動員 包括語音機包括F-35隊 全部在這一場大戲 他會等到日本的奧運辦完了以後 立刻在那個亞洲 東北角進行這一場 可能是二次大戰以來 日本跟美軍最大的一場軍事演習 所有的這些動作 都是為了中國來嘛 所以你就知道 當你在這個 等於說 楊潔石在那邊 這個大言不禪的 義和團式地罵美國說 你中國人不是你這一套 我告訴你 美國 日本人根本就不吃你那套 董事長 14萬人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嗎 這事情大條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東京奧運之後就要大翻臉 我現在想請問你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他有15萬低命部隊對不對 他出動14萬 14萬人 預備隊在哪裡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他一定有三分之一的預備隊嘛 所以不可能 之前打仗的時候 他頂多出10萬部隊就差不多 後面5萬 他還有俄國在旁邊 他防禦其他可能的攻擊 所以他能夠出到5萬到10萬 是上線的嘛 為什麼他出14萬部隊出來 他是練習嘛 練習什麼東西 練習反登陸嘛 他躲島 躲哪個島 躲台灣島 你搞不清楚 怎麼會釣魚台 神經病都釣魚台幹嘛 當然是幫台灣打嘛 因為地面部隊的打仗是最後一波嘛 因為所有的戰鬥到最後一波 才有陸軍的表演的扮演角色的情況嘛 他空軍海軍都完了嘛 我們的空油也打掛了嘛 我們的海油也沒有了嘛 他的共軍已經在台北已經登陸了嘛 他怎麼辦 我們已經反登陸回來了嘛 他的部隊就能夠持緣 第一波日本人可以幫我們打嘛 所以這美軍訓練這個東西啊 怎麼會幫他打 當然是台灣嘛 你說釣魚台再怎麼樣 也用不到14萬人 你打釣魚台當然是台灣 而且是不是 他這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幫助台灣奪島 一個是對中共大陸直接做登陸作戰 否則這個部隊幹什麼 那麼大量部隊 好幾萬的 十幾萬 為什麼14萬 為什麼他動作全部的練習 他全部練習 他熟悉的地獄 熟悉整個戰術 然後真正指揮是誰 到最後一定是美軍嘛 所以美軍一定是他 總數加起來才有這個後備 像他所謂預備隊的可能性嘛 所以 預備隊在後面嘛 因為印太司令曾經講過 如果你今天要從美國釣部隊 快則是七天 慢則二十二天 你鞭長莫及 那時候台灣已經打完了 這個時刻最可怕的部隊是日本 所以日本的部隊如果要來持緣的話 你要熟悉持緣的程序 當然是這個樣子嘛 一定是在打台灣的嘛 怎麼會去打釣魚台 很簡單 我們這個兩岸戰爭發動的時候 時機第一波是什麼東西嘛 第一波是共軍的飛彈嘛 飛彈先把我們所有的飛彈摧毀 把我們雷達摧毀 把我們的空優全部 不佔領以後 他的海軍才有可能出發嘛 然後第三波 A2 AD要先打 對 所以他一定是先把 所有空優跟海優佔領以後 他的海軍登陸部隊 才有可能上來嘛 然後他散兵才有可能來嘛 對不對 這三波型的攻擊 那他這是幹什麼 到最後要持緣的時候嘛 當你台灣已經不保了嘛 空海優通通沒有 撐不住了 擋不住了嘛 最後一波攻擊的時候 我們的陸軍 不要說最後在地面上在抗衡 我們A1 我們的M1 A1 我們A2的衝打車全部動用了嘛 會打到那個程度嗎 最後打到那個程度怎麼辦呢 所以他叫地面部隊動用的時候 你就知道 是最後階段嘛 不是最第一階段嘛 當然他另外 如果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打中國大陸本土 對不對 如果他是打 他是訓練他冰海作戰團的話 那兩千人以下嘛 所以這個不是嘛 這大規模登陸作戰嘛 那哪有這個可能性 也可能微微就躁 只有台灣有這個可能性 不會攻打中國大陸 他不敢 他不敢 如果美軍先打 然後他來跟美軍配合一起來 做台灣的抖島部隊 怎麼不行呢 當然可以 美軍只要有一個連就夠了 美軍只要有人 能夠幫助我們打台灣 只要守著所有陸戰隊 登陸到台灣 這個時候 共軍就會有非常大的呼吸 而且我請問你 你是解放軍要準備 做台灣的武統的登陸 全面性攻擊的時候 你會算到日本人跟美國人不來嗎 算會 當然會算嘛 一定會來嘛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你如果打台灣我會來 這個信號就很清楚 這個安心界昨天不是講得很狠嗎 艾希夫講的 這個安心服講得很清楚嘛 所以這個演習後面會有非常大的爭議 你看到到東京奧運之後 這演習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氣阻全部明朗了 兩邊的關係會更行的惡化 新聞新聞 隊伍隊請歡迎收看關鍵時刻保健 日本今天公布了他 2022年的國防白皮書 而這個國防白皮書 從他的封面 從他的序言 從他的內容 處處循跡 處處耐人訓諭 第一個就是 他的封面 我們記得2021年的日本國防白皮書 在用什麼 用一個日本武士的一個戰馬 我的戰馬要主動出身 就代表整個日本 他的建軍思想跟過去已經不一樣 而今年他的封面用什麼 他的封面用AI 他的封面用AI 其實宣示了幾個重點是 現在日本的建軍概念就是高科技 他現在在俄乌戰場 你可以看出來說 從你的飛彈 從你的所有的衛星造型 所有東西 戰場管理都跟AI技術有關 所以日本接下來 他的整個國防發展 是不是以AI為主軸 而且他的序言裡面 非常清楚是 把台海問題當成首要問題 而且有關於台灣的章節 竟然增加了一倍 還不是如此 在這個國防白皮書裡面 清楚地寫到說 日本現在要強化他的反擊能力 也就是之前講的 我要源頭打擊 而這個源頭打擊 有沒有看到現在 在整個西南諸島 或是他現在在整個重要軍事基地裡面 都配備了飛彈 而且現在也講現在的中層導彈 也可能配屬在日本的島上 所以層層的包圍很清楚 已經確定以中國為最主要的敵人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六位 給大家分享 首一張財經專家 黃洲壽 你好 大家好 好 這是每一道 電視報董事長吳子佳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台灣國際法 學位的副名長林寧暉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東南的新聞記者李嘉明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資產媒體人 黃遠翰 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走 好 今年2022年 日本的國防白皮書先公布了 公布你說 裡面處處巡奇 沒錯 從封面到序言到每個地方 對 都耐人虛偽 值得我們好好去研究 沒錯 日本最新公布的2022年的國防白皮書 它的封面就非常值得期待 但是我在這邊先更正保潔一點 更正我 2021年的國防白皮書 你剛才說是戰馬 戰馬不是嗎 其實不是戰馬 它是日本的軍神南木正成 南木正成是什麼呢 事實上如果你去日本的皇宮看的話 唯一的一座銅雕像放在皇宮的外面 就是南木正成 它是明治天皇所設立的 因為它是代表日本的軍魂 所以去年的這個封面告訴你 日本的軍人回來了 軍魂回來了 那今年的這個封面是用AI AI告訴你什麼 它是AI藝術 告訴你日本未來的這個2022年的 這個國防白皮書的重點一個就是AI 另外兩個重要字典 一個叫做台海 另外一個叫做反擊 所以反擊台海還有AI 這是變成是2022年 國防白皮書告訴你的一件事 去年的白皮書是軍神 告訴你日本真的回來了 所以我們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鬧 它的封面就已經真的代表 整個日本的建軍精神了 對好那像日本這樣子 國防白皮書出來之後 中國當然馬上就跳腳 他說你這個根本沒有資格 對中國對台灣的失誤 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但是無論如何台灣目前真的已經 被納入到美日 特別是日本的保護之中 看這幾天的時候 我們的台南艦不是被人家拍到嗎 去搏流外海跟美國跟日本的軍方 進行所謂的聯合的軍演嗎 那這個是在環太平洋的時候 我們雖然沒有參與 可是我們的台南艦居然跑去搏流 我們沒有參與 我們沒有參與與之名 但有參與之實 所以顯現來說的話 台灣未來跟美日之間的整合 特別是在軍事上面會更上一層樓 好是我們剛剛講的 在這次的2022版的 這個所謂的國防白皮書裡面 從封面剛剛講到序言到你們內容 序言很清楚 就是以台海情勢為最主要的關鍵目標 另外就是台灣的篇幅 我參加了一倍 甚至要講我要強化我的反擊能力 他非常清楚以中國為假場地 以中國為戰略目標 更重要的是剛剛講到 整個西南諸島 要反擊嗎 反擊整個西南諸島 西南之輩 現在已經變成了所謂的飛彈島了 這個2022年的國防白皮書裡面 字字珠基嗎 它裡面有一張圖告訴你 日本現在的反擊能力 這個是裡面的圖 對沒錯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 它現在日本有一個所謂南方之 這個西南之壁 它現在把它變成是西南防空 而且是飛彈的重生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紅色框起來 就是今年他們新增加部署的地方 2020年增加的 現在有所謂的電子作戰部 它是在哪裡 在相普這個地方 有一個電子的這個作戰部 另外包括說在這個燕美大島這個地方 有一個電子的這個作戰部 另外在沖繩這個地方 有一個電子的這個作戰部 已經新增了三個電子作戰部 電子作戰部 對另外一個包括說 像這個地對空的這個飛彈部隊來說 在竹宗基地有一個地對空的這個飛彈部隊 另外在這個 包括說在石淵島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地對空的這個飛彈部隊 在這個地方 另外地對地的這個飛彈來說的話 你看在建軍這邊有一個地對地 然後在石淵島這邊也有一個地對地 所以事實上現在飛彈系統都在這個地方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本來石淵島跟里納國島這邊 都沒有太多部隊 但是它現在把很多部隊弄過來 你看在石淵島的話 有陸上的這個警備部隊 我們看日本戰鬥力最強的部隊 來到這個地方 另外在這個里納國島 這邊有第53警備隊 也沒有配到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這邊有非常多的導彈 在這個地方 準備你電子作戰 另外在這個地方 這個石淵跟里納國島 最靠近台灣的地方 它編制了相關的部隊人員在這邊 所以你從這張圖先看出來說 最接近的里納國島跟石淵島 對 變成它2022年 對 增加軍力最多的地方 對 而且你知道這兩個島來說的話 它根本 你要說它是針對間隔諸島嗎 但是其實我更認為說它可能 針對台灣 必要的時候會來到台灣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反擊能力來講的話 它現在有在西南之壁 有非常多的反擊的基地之外 另外它現在把整個飛彈 進行一個重要的改裝 特別是日本最重要 就是124的這個地對艦的這個飛彈 他們現在把它增成 從過去的900 增加到1500公里 而且未來的這個124裡面來說 可以除了這個地面發射的話 空中發射 各式各樣全部都把它改裝 那這目的當然是為了要反擊 中國對我的攻擊能力 所以我的艦指出戰部就來了 我的地對艦 地對空 空對地的基地都有了 對 沒錯 因為它日本在西南駐壁來說的話 是提升了戰力 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這次的AI裡面來說 有兩個主軸 第一個就是要全力發展無人機 你直接來看 目前為止來說 日本所謂的X2的這個新神飛機 他們已經接租了下一代的這個 就是FX的這個飛機 目前來說的話 除了跟洛克希德馬丁合作之外 這次也明白的告訴你 會跟英國也在合作 可能是由勞斯萊斯在研發 它的相關的引擎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就說 我們未來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有跟美國在研發一個中程寮機 那未來的中程寮機 預計在未來 可能它出場的時間 跟FX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有這張圖 這張圖 你看這是他們FX的飛機 這旁邊是所謂的中程寮機 在旁邊半飛 這也就是說 以它為一個作戰載台 跟日本的未來的無人機 在互相合作的一個狀況 以前我們以為說 所謂的中程寮機是 美軍是主 日軍是輔 也就是日軍是派什麼 我就派我的無人機 我是幫你等於說打前鋒 我幫你打收尾 結果按照日經新聞的這一張圖 你最重要的核心 是它第六代的FX 它旁邊的無人機 日本也都準備好了 這是日本的這個想定 那除了這個想定之外 他們還跟美國在研發所謂 AI無人的這個自主飛機 它這個其實有點類似 目前美國的 包括說像MQ4等等的 一些相關的無人機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TICOM的這個無人機 過去曾經已經很久沒有研發了 準備再把它拿出來做 所以那事實上 現在整個日本的 無人機的研發也越來越多 好 那個TICOM的飛機是什麼 寶傑你看事實上 它不是一個舊的飛機 它之前曾經去富士有研發過 那你看事實上 這就是過去F-15的飛機上面 它可以放在F-15上 有沒有事實上 這邊有兩個小紅色的這個 這就是所謂TICOM的無人機 那當時他們的想定是 飛機飛出去之後 那因為這是十幾年前的 這個作品 它飛出去之後 你看它就類似這樣一個 它上面有非常多 你看IR sensor 各式各樣的 sensor 它是過去去給你傳輸 包括說可以再當一個傳輸的 這個中繼站 甚至它可以當成這個監測站 去偵查你 偵查你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技術沒那麼好 你看它是飛到最後來說 它會掉到海裡面 掉到海裡面來說 他們透過一個回收的系統 把它回收回來 然後下次再重新擺在飛機上面 那這個是過去日本的想定 它現在準備再把這個飛機拿出來 重新來弄 那未來也可以搭載在日本的 這個包括F15 或是他們的飛機上面 也可以搭載這上面 所以這等於是說 你一個區域作戰的小平台裡面 它可以當一個中介站 這個可能又可以提升整個日本 它的空軍的這個作戰能力 所以我們講F15已經是等於說 是高空的防這個戰機 它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它的戰鬥力非常強 我如果放在上面 我配合F15的速度 那我不是飛得更快了嗎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他們真的是多工 多用途的所謂的空射小型的 這個無人機抬抗 它只要把增加它的所謂的 增程的這個目前的範圍 加上增強它的電子作戰能力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台飛機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 這是環太平洋軍演的最後重頭戲是 我把一個派里級的戰艦 把它給騎成了 當然空中 水面 地 水下 全部都有 跟你說 這只是小菜一碟 這只是展示 因為美軍現在要進行的一個叫做 聯合直接攻擊 聯合直接戰要是代表什麼 它可以大量密集的在整個海邊上 將所有的船艦給炸掉 他們說只要中共敢犯台 你的戰艦進到台灣海上 它可以在第一期的時候 把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戰艦 給集成 我們剛才看到是環太平洋的演練 演練的時候它集成這個靶船的時候 報警你知道嗎 他們空中的炸 然後這個船艦發射火 一共要發射五六發 六七發以上的飛彈 才能把它集成 但是你要集成船艦最快的方式 是用魚壘 從地面往上打 打它的龍骨 打一發的話 它整個就沉掉了 好 所以現在美國的想定是說 假設中國的船艦來的時候 我從魚壘這樣發射出去 但是問題是 台灣海峽太淺 你淺艦在這個地方不好活動 再者說 如果你一發射出去的時候 對方就知道你的淺艦在哪裡 我可以攻擊你 所以這個顯然對美軍的想定來說 他們認為這不是個好的策略 所以目前美國在空軍 在實驗一個叫做 快速集成聯合能力的這個技術驗證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就準備把類似一個 類似魚壘的這個裝置 魚壘它由空中發射 那空中發射的時候問題是 你魚壘要怎麼去引導它 他們在上面裝了一個 未來可能是通用型的這個模組在上面 通用型的模組是用GPS去引導它 也就好你看這飛機帶了出去 它就直接丟下去 丟下去的時候 它可以在船艦下面飛射出去 船艦上面飛射出去 就這樣子直接就投射打中米 所以你看他們這個畫面裡面 就慢慢靠近它 然後就直接擊中 把這個船完全給它摧毀掉 所以這個等於是說 用一個類似是模組 用GPS引導的方式 去攻擊它這樣一個狀況 那一發就可以擊沉了嗎 一發就可以擊沉了 你看 你可以看到他們這個是目前的 這個他們的演練裡面來說 就是真的是一發射出去之後 就把這個靶船完全給擊沉了 好那你知道這個 為什麼美國要驗證這個東西呢 美國驗證的是 它有一個叫做 WOSA的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就是說 未來我可以把這個所謂的 類似GPS導引 我可以把它裝在任何飛彈上面 裝在任何飛彈上面 我只要透過GPS的導引 我可以把它裝在飛機上面 飛機發射出去之後 我就用GPS導引 然後去直接攻擊到 對 所有的船艦 這就是美軍未來 而且我在攻擊這個船艦 而且這個攻擊這個船艦的位置 對 那不就是海王星 攻擊莫斯靠的模式嗎 對 也就是說它可以用空中 去攻擊那個船艦 所以等於是說 讓整個 整個美國這個軍隊 在選擇攻擊上面 它有更多的手段 好 提問 現在日本他們現在的白皮書說 那個封面 你說封面這幾年來都非常耐人穴位嗎 這個去年剛剛講 我剛剛是從講才知道 那是滿目正成 那是一個戰神 那是日本軍魂的軍國主義軍魂的象徵 這一次 但是用AI 這AI的技術 代表現在日本進行 第一個我當然以中國為敵人 第二個我要強化我的反擊能力 我強化我的反擊能力以外 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台海 然後我要用AI AI 日本這是它的強項嗎 你說現在連任天堂都可以參與作戰了 日本的國防排比書 防衛排比書都可以說明當年的日本 當那一年的日本的重心在哪裡 你看到編排其實它都很嚴謹的 第一個 他先告訴你說 他們現在的威脅是什麼 他現在威脅已經不是單純說 我看中共的這個軍機繞來繞去 以往他在前幾年的時候都一直這麼寫 繞來繞去 對日本造成威脅 但是不是 他說現在中國正在做一個 北斗衛星系統 還有他的這個水面艦 還有他的航空器 的一個AI的一個智能 一個整合系統 所以這是對日本來講 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所以他一開頭在告訴你說 我的威脅來源是來自於中國 正在進行這樣一個整合 所以我怎麼辦呢 你說天上的衛星 戰艦飛機 3D立體整合 中國也在做整合 所以日本受到這種威脅的時候 第二步他這個架構當中 第二步在講美日同盟 還是把美國拉進來 因為也要做這些相應的一個共處 第三步他就開始講他自己了 講他什麼東西呢 他在西南諸島這個地方 開始佈陣 開始把他的電子作戰部隊 全部擺上去 所以就是這一張圖 我從相譜 我到了剛剛講到的 包括燕美大島 包括這個沖繩 我都有所謂的電子作戰部隊 這個電子部隊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甚至我連石原島 宮古島都有 我等於是你中共任何的 任何的東西 我沒有任何指教 你任何的一舉一動 我的電子作戰部隊 會馬上收到訊號 馬上收到訊號之後 我可以馬上做整合了 沒有錯在這個章節寫完的這個同時呢 他也寫到了一個叫做衛星系統 日本的衛星系統 他也必須要進行整合 跟美國來進行合作 然後最後呢 他說這個都是要守護 所謂的自由開放的印太 然後呢 從英國一直拉過來 拉到中南美洲 所以他認為說 這整條來講的話 都是他要守護的對象 換句話講 守護到中南美洲 對 守護從英國開始 然後跟英國結盟 你看最近 日本不是長跑英國嗎 對 跟英國簽署軍事方面的協定 然後中南美洲 這一塊來講的話 他也要顧及到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他就已經完成了 他整份的報告 他報告當中 就告訴你這件事情 今年我的重點 重心就在反制中國的 這個所謂的AI 所以我們日本也要做AI 所以你看到他的這個封面來講 才會改變 跟令和三年不一樣 今年是令和四年嘛 他裡面所展現出來 就是日本高科技的產業的一個創新 那現在就來講了 日本到底這個技術 能不能贏過中國 當然可以 你知道在過往來講的話 任天堂 PS4 PS5等等之類 其實都被美國曾經提醒過 日本說 禁止輸出相關的東西 給日本 給中國 為什麼 因為你中國可能會從中間去 套出了這個日本相應的一個技術 當然日本也有做規範 在關鍵的部分來講的話 不能某些技術是不能給中國的 就是要求這些廠商不能給中國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日本不是說 那個Mitsubishi 或者什麼Kawasaki 他們在做什麼 這個大規模的這些潛艦 或是軍艦而已 他有那個很細到那種所謂的 AI產業的相關的晶片技術等等之類的 包含這些我們一般來講 玩家在玩的這些東西 都是可能作為導彈的一個很重要的 引導的一個方向 那如果中國北斗系統能夠成功的話 再加上這個日本如果這些技術 不小心流到中國的話 那就會對日本整個國家安全 造成嚴重的威脅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一份 你這樣講我才毛色盾開 為什麼日本要搞AI 是中國已經北斗衛星加上去了 我的空中預警機加上去了 我的水這個戰艦也加上去了 我三位一鐵 我如果不是這樣子應對 你怎麼攻擊我 你所有的等於說戰場管理 整個所有的資訊 你都會落後了 對 沒有錯 然後再加上這一次俄乌戰爭 更加印證了日本的推論是正確的 而中國也大概看到了這個俄乌戰爭 俄羅斯衰敗的這個原因 所以他們一定要強化這一塊 當然日本看別人說 中日看誰跑得快 所以現在日本他全心全力的 把資源還有預算 整個投入到整個AI產業 配合他的國防工業 然後來進行一個update 一個升級的計畫 好 董事長 這一張圖就是他的 2022年國防白皮書 被認為最重要的一張圖 這個就代表 現在日本 我已經不是一個 所謂的和平線反國家 我不是一個只是等著別人來打我的國家 我只能防衛的國家 我不是只是守在一個小小的日本 現在日本 東南亞 南亞 中東 英國 太平洋島嶼 包括美國 中南 美洲 這都歸我管 這就是你講的 現在的日本的利益線 有這麼長 而中間 剛剛講的最重要的關鍵 剛剛講 這裡有個通道 這個通道 我要不管要到東南亞 不管我要到太平洋島嶼 你都要經過哪裡 你都要經過台灣 所以台灣 就變成日本的重中之重了 他當然是他力量投射的範圍 他其中這個利益線 包括了 就不只是安全問題 包括文化經濟 各種的外交 包括各種條件都在裡面 綜合在裡面 所以他國力投資都要在這範圍裡面 因為這邊跟他的國家的生存 跟他發展發生關係 所以我們在瞭解 這個跟他的生存發展有關係 當然是 因為他日本是 你看日本是租島 他什麼利益 他什麼資源都沒有 礦產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如果按照他的主權縣的 主權範圍的設定的話 這個國家根本是餓死的國家 他根本沒有資源 他憑什麼 變成世界第三大GDP的生產 是這樣的國家 憑什麼 當然那就是一個全球發展戰略 對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 他的兩條主權線 是他的自己的憲法設定 另外一個是他國家實際上 沒有虛構出來的一條利益線 這利益線的每一個範圍 都跟他的國家生存發生關係 那这个台湾 你看它范围多大 它没有那么大的范围的话 它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 你反过来看 它那么大的利益 能够回收到它的国内 它不是海外利益大于 日本的海外利益 大于日本的国内利益 几次的日本的国内为期 都是海外的资金 回来回流救他们日本国家 那保护这些资源跟资金的时候 它要靠什么东西 最后手段就是靠军力 它没有军力要怎么保护 为什么今天中国大陆 要投射军力 也是这个问题 它国家的资产那么大 结果我的军队那么小 我怎么搞 所以它一定要发展军力 这是个必然的 一个国强必坝的道理 那日本这个现在就很清楚 我现在谈到 我们台湾有关系 台湾当然是在范围内 不是 台湾在范围内 台湾就在 你要去任何地方的必经之路 对 所以这个是它的地盘 在它的认知里面 是它的利益的范围内 如果这个利益有受到有被侵蚀 会冲突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要介入的一个事情 这是他的国家的国策的问题 是他国家生产生存的基本原则 是这个概念 他说当你不把这个概念讲清楚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奇怪 对 就是大陆大陆讲台湾问题 你没有这个说三道四 我都不告诉你为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我的利益在里面 我的拳头 我的实力到哪你就知道 我的拳头到哪里 我实力到哪里 我就保护到哪里 就是很简单 他根本不跟你啰嗦这个事情 是因为否则我请问你 那么小一个国家 只有只有1亿多人口 对不对 他凭什么保持五兆美元的GDP 然后他的整个的科技生产量 各种工业生产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的地位 当然是综合国力的发展才有可能 如果没有这个发展的话 他的国家就维持不下去 概念是在这 所以这个大家从全球战略来看的话 就能够理解到为什么台湾 台湾的问题经常会被很多国家搬上台面 那日本尤其是又跟他是性命攸关的关系 在日本智慧队里面有一个三下玉柜 他是什么他是中将参谋长 他退下来以后写了一本书 说一个台湾的攻略 极度真实的攻略 里面写的很恐怖 他说如果真的打仗了以后 两天前怎样 四天前怎样 他都会把他一路弄过来 弄过来了以后 他说他预测未来台湾的总人 有可能是赖青德 他说赖青德会被暗杀 保洁哥这本书从下午我看到现在 而且他说会把整个大台北包围起来 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关键时刻破解这本书 因为从来没有人写成这样 等下他要问一下庭辉 这个人很重要吗 谁叫玉柜 他是自卫队的陆军中将的参谋 他对台海的这个整个了解 是非常深入的 但问题是把这个就讲了嘛 谁敢把真实装写成那样 他今天不是讲说 可能会战胜可能解 不是 他已经告诉你 什么时间登陆到中国大陆的军舰 来到台湾之后 登陆他怎么打 怎么走 从台北台中跟台南 他都跟你讲清楚了 高雄没有 是台南 然后总统是谁 总统是赖青德 然后我们用什么东西打 用熊二飞弹 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答应给我们的 400枚 100套的鱼沙飞弹 还没来 根本没到位 所以我们只能用熊二去打反舰 对不对 他讲的多真实 观众朋友 这本书他已经写出来了 在日本还没有翻成中文 可能翻成中文 我已经看到眼花了 我看了以后也心惊就跳 为什么 因为他写的很真实 他把他的认为 会发生的状况 全部套进可能状况之后 我来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分析 首先 他认为中国大陆 要对台湾进攻之前 他会有大概十天左右的 第五纵队的作战 在台湾所有的网络 他认为台湾已经有很多的 解放军的潜伏在了 所以 台湾已经有解放军了 他讲得非常清楚 把这个你注意听我讲 台北车站 散导市站 中山捷运站 西门北门 通通都会放射炸弹 所以我们的捷运会被毁掉 然后中国大陆会派一些 他的北斗卫星 攻击我们台湾的通讯卫星 我们的电话会被瘫痪 我们的网络全部都会不见 然后我们的国防部的副部长 会被暗杀 我们的总统赖清德 他讲的是赖清德 他说赖清德的坐车 会被放置炸弹 他讲得很真实 为什么 因为他讲完之后 我看完以后 他不是不懂 我们的总统 其实每次出去都是三台车 他说赖清德 他搭上了 他有变化 就是我们台湾的第五纵队 放了炸弹在总统的车上 想要炸死总统 结果他逃过一劫 炸到的不是赖清德的车 所以赖清德就跟国际社会 开始召开记者会 他设定第一个 第一个设定 重大设定是赖清德会是总统 他用哭诉式的 悲愤的告诉三种 第一个 美国日本请赶快协防台湾 因为台湾被攻击了 第二个 台湾的所有民众 跑去躲起来 第三个 我们的军队会抵抗到最后一刻 所以赖清德没有被炸死 然后在中国大会做什么呢 D-Day一般是所谓的发动日 可是他还有登陆的日期 他从登陆日期开始算 他说登陆以后 他认为会登陆哦 他认为 所以美国给我们的设备 可能不够 所以我们的鱼杀发展 没有到位以后 美国最后没有来这些装备 以致使中国大陆 他要攻击我们台湾的时候 我们有打雄二飞弹 可是你无法阻绝全部的人 所以最后登陆了 他说台湾的这个海域跟港口 会是失衡遍野 然后台北的港口 应该是在巴黎那个地方 然后他说台中也会被攻击 然后台南海滩 对他就设定这三个 因为他会有三路去 所以你看他把台湾的地图 整个倒过来 对不对 他认为会有三路攻击 然后第一路 他是先用飞弹轰炸 然后再用卫星 把我们的这个瘫痪以后 他要开始要登陆 要登陆的话 就是台北台中跟台南 这个是三下预讳 放在里面的图 讲到这里 以后大家讲 说你到底为何人在讲什么 不是都是他讲的 好不好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来跟大家报告 那他讲的非常的明确 美国怎么办呢 美国立刻呢 他会要求中国大陆不准 但是要求没有用 我们先前不是有美国兵推吗 我告诉你 三下预讳不是乱解 他说会出动三 三艘的航空母舰 包含了雷根号 尼米兹号 跟这个罗斯福号 在台湾的南部海域 东部海域北部 他全部讲完了 所以不是来两艘航空母舰 是来三艘 三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 然后你看赖金泽的车 日本陆军 他对台海的情势 因为他一直都认为 这个日本解放军 日本的那个自卫队 应该要去注意解放军的动态 他说赖金泽的车被放炸弹 但是没有炸到赖金泽 因为赖金泽懂了 所以他人家提醒你 一定要每天更换车 所以拜托 蔡总统或是以后总统 一定要换 那美国也会讨论 他的印太司令会要求 马上出动三个航空母舰的 这个战斗群来协防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就是说 整个台湾 他会先被轰炸 然后中国大陆会出动 他会把我们 我刚刚讲的卫星会把我们轰炸 然后我们的捷运他会去占领 然后我们的各部会 包含台北市政府 总统府都会有导弹先射 他不会先登陆 他会先发导弹 那发导弹 因为我们的航空飞 那个防空飞弹不够 爱国者干全部打完以后 还是会有很多基地被 然后我们会有军系的将领 会有执政长的官员 会有国防部的副部长 可能会被我们台湾的第五重队 给斩首 那接下来就 会有暗杀行动 对 他说会有暗杀行动 但事实上你这样一推演下来 的确是有可能 然后呢 然后东京 日本跟日本有关 日本就要开始发动 从宇纳国岛跟宫古岛 进行台湾的撤侨 那中国大陆在飞弹攻击之前 他会先发布 让世界各国在台湾 包含可能菲律宾跟日本 你要撤侨先撤侨 就只有三天 三天又开始进行攻击 三天撤侨 我们跑不掉的人 就在台湾就要去 那他说赖清德会 逃过了攻击以后 然后继续对抗 那因为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全力抵抗的 他认为 中华民国的军队 是全力抵抗的 只是抵抗到最后呢 还是会被攻上陆地 所以这时候 美国的介入就非常的重要 那这本书写到这里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现在两岸的情势 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有一天 当解放军要攻打台湾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 我觉得啦 我看完之后 我的感想是 必须要更积极地介入 否则刚刚讲的事情 就会发生 但如果他更积极地介入的话 比如说鱼叉飞弹 四百枚 一百套都来了以后 我们就不是只有用熊二 他军舰要登陆的状况 就会变减低了 不过我是觉得啦 这个山下玉贵先生 他确实是有了解 台湾跟这个大陆的状况 所以写的东西 大家可以参考 可是几个关键的重点 包含赖清德会当总统 美国的军队的 这个部队的 这个飞弹鱼叉飞弹 可能没有到点 如果能改变这个状况的话 或许战国 战争的情况 就会有所改变 好 提会 你过去在国安系统服务 你有听过山下玉贵这个人吗 他真的是日本 陆上智慧队的参谋长 他真的对于台海形势 对于战争非常熟悉吗 听过是听过 但是不是在主线上面的 一个重要的人物 但是因为他过往来讲 他是陆军系统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想定 他其实写的东西 很多都是过去来讲 可能在日本智慧队当中演习 当中的是一个想定的故事 日本自卫队的想定 对 这些想定的东西 基本上我们没有问题 因为本来来讲 我们的演习的想定 跟他大部分 很多东西都雷同 都差不多会是一样的 包含元首被斩首 或是被第五纵队斩首 这其实我们都演练过了 其实完全我们的 国安的政经兵推 十多年来 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剧本过 那问题是说 因为他在2015年就退伍了 退伍当然有很多 吸收新的资讯 但是当时的这个国际结构 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 那现在美国跟日本 他的捆龙手打开了 这时候他已经早就退伍了 所以当他日本捆龙手 打开的时候 现在岸田文雄要做的 源头打击 以及美国所要做的 长城飞弹的打击 这些东西全部都在呼应 等于说他讲的东西来讲的话 美国开始在思考 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因为他当的方案 就是如果你每日慢半拍的话 解放军就上岸了 对 所以你一定要先做 那不过这一次国会的 美国国会的那个兵推也是一样 那最后8万名的解放军会登陆 但是事实上 80艘的这个战舰会在台海被消灭 但是你有8万人会上岸 但是中共解放军有300多艘的军舰 现在目前有300多艘 那300多艘你要怎么一个一个解决它 就要靠那个所谓的精准的 制导的相关的飞弹 而且是长程的或是中程导弹飞弹 对舰的这个可以来处理掉 这些中国的这样的军舰 让它连登陆都没办法 登陆的运兵船 所以现在大家在找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最差的状况 其实美国 日本 台湾都有联合演习 甚至联合演习过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 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现在来讲的话 各国都已经在提出一些相关备案 那包含怎么去安置 我们的什么弹药库之类的 或者是所谓的鱼叉飞弹 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那像类似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建立了相关的管道 那另外一个就是 也在讨论 山东号到了台湾的东部 大家很紧张 说对台湾造成一种巨大的威胁 可是今天我讲 巴士海峡台湾最熟悉 而且巴士海峡是一个潜艇 最好的服计区 今天山东号根本没有能力 在美国 台湾 菲律宾的监视之下 进出巴士海峡吗 全世界最懂巴士海峡 应该算是台湾了 因为来讲的话 就是说台湾在监视巴士海峡的 所有的船只动态 基本上就已经形成 这个所谓的防御网络 那现在台湾的雄二雄三飞弹 其实它的射程有600公里左右 那这时候你看到 不用再讲说所谓的真尘飞弹了 雄生雄真 那现在的600公里 你山东号跑到台湾200多海里 难道我雄三飞弹打不到你 是打得到的 所以对这个所谓的山东界来讲的话 它重点不在于说 在台海附近发挥它的影响力 它重点是跑到台湾跟关岛之间 去阻绝美军来介入到台海事务 但问题是它共亏一亏 为什么 它只有山东 辽宁 然后还有甚至未来的福建 但是再怎么样 驻日美军本来就可以移动了 驻菲律宾的美军还是可以移动 所以这些它怎么去拒止 它本来拒止的概念是想要在第一岛链 拒止美军的介入 但是美军已经就在第一岛链的时候 那它怎么去拒止呢 美军已经在第一岛链了 这些思维又是不太一样了 所以它作战来讲的话 这种我还在强调一次 山东号还是摆拍用的 它没有真正的作战能力 就算是有它作战 而我们的熊二熊三 的确就有能力可以把它打击中了 所以对山东号 辽宁号来讲的话 它再怎么样经过台海 或经过什么巴士海峡 或是宫古海峡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被锁定的 现在向中最终的观众 跟观众报的节 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卫生 今天来到台湾访问 它之前最让台湾人担心 而让台湾害怕的是 它认为中国在2027年 就会尝试攻击台湾 也就是2027年台海终需一带 真的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吗 没有想到今天 日本的产级新闻 还公布了一个独家新闻 就是现在日本为了因应台海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他们竟然已经有一个撤交计划 而这个撤交计划 非常的完整 也就是在台湾西边的逐富丁 十元市与纳国道 还有宫古道 这些地方 总共加上观光客 他们评估有12万人 12万人怎么透过民间的航空器 透过这个船只 将我们移到日本的本道 送到了九州去 搞了半件事 我们觉得台湾新鲜无战事 我们觉得这个战争根本不存在 难道现在日本已经真的 非常认真的对战争进行准备吗 而这个准备 其实已经经过了四年之久 因为我们看到了 日本每日新闻就提到是 在四年之前 当时安倍曾经开过一个秘密会议 这个秘密会议 他就问他的所谓的国防跟外交官员说 如果中国跟日本终续一战 日本能够挡得住中国的攻击吗 没有想到 与会所有的人全部沉默不语 全部的人都不敢讲话 这个时刻 安倍就讲 我们不能逃避问题 所以这个时刻 就看到 他就开始进行一个 美日共同作战计划 你现在看到了撤销计划 你现在看到的 所谓的强化西南出道 强化的弹药库 强化的跑道 都跟这个计划有关 也就是 现在日本为了跟中国 终续一战 竟然已经准备了四年之久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台日之间的关系 也越来越密切了 我们刚才讲到了 现在台积电 不但是要到了日本的雄本 是要去设厂 现在这个厂 可能还会有二厂 甚至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合作 也在进行当中 好我们今天请到来 边缘的代表 手一刀 财经专家 黄州受尿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每一道 电视报的张吴志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十二面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争问题的 吴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争问题的 王若伊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全球防卫杂志的 采访主任陈国敏 大家好 好 走 其实这要把我吓死了 第一个是 戴卫生来 戴卫生当时 信誓戴卫生来讲 2027年 中国有可能来尝试 进犯台湾 已经把我吓死了 我想你只是嘴巴说说吧 你只是嘴巴要这样讲 美国军人还是要争取军费 搞了半天 日本是玩真的 日本产经新闻居然 做了一个报道是 他们连撤侨计划都有了 好解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为什么呢 像日本今天产经新闻 丢出一个 大家看着都吓一跳 他说日本准备 刚公布一个 如果万一开战的时候 包括琉球诸岛 还有包括西南诸岛 他们怎么后撤到 日本本土的计划都出现了 而且他这个计划 保洁非常巨细迷 他不只公布这个计划 还有这个路线 他说日本三月要演练 他要演练 他要动员 所有可能动员的船只 都要演练 一共要撤多少人 撤12万人 12万人撤为日本本土 你看这是个多大规模的后撤 虽然他想这个计划 想了多久 那还不止这样 你看日本还要做什么 他最近还要撤巧之外 还要在西南诸岛 盖非常多的弹药库 还有后勤补给的系统 也就是说他也不排除要战 但是要撤退 他也准备好了 所以这一套做法 都完全都准备好 那你说日本怎么有这个想法呢 实际上是2018年 安倍就这样说了 因为安倍当时 在开一个内阁秘密会议里面的时候 就问他们说 问这个国防部长 那个防卫部长就说 如果我们跟解放军打仗 会不会打得赢 就是他沉默不语 沉默不语之后 于是他就说 我们现在要把针对日本 可能遭到攻击的恶梦 作为现实 好好的准备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开始的进行 这一连串的这个铺牌跟布局 那一场的密会在2018年 当时安倍晋三是首相 当时他的副首相是麻省太郎 他的这个所谓的防卫相 是阎巫义 河野太郎是外相 坚义伟是他的官方厂官 在这个秘密会议里面 他讲你们能击败中国吗 所有人沉默不语 对 市长保洁 这个2018年这个时间非常有意思 因为2018年年终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李克强 才去访问日本 所以当时人家就说 两个日本跟中国关系 是恢复了 可是他反而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 十月开了这个会议里面来说 他就说你们你看 当时有麻省太郎 还有河野太郎 菅义伟他就包括说 阎巫义几个人 他就问他们说 如果假设真的 我们这个跟中国开战之后 我们能够赢吗 结果你知道 他当场敦促个人 他直接面对现实 结果他说能够赢吗 结果当场的高阶关系 完全都低头不语不说话 结果他就说 我们要直接面对现实 不可以一概四线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所以也因为 他知道日本打不赢之后 所以你要一连串 紧接下来的话 美国跟日本 就有开始非常紧密的 所以说你说 当时安倍就开举 去说服美国 开始去说服这个川普 然后开始去拟定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两天的美日共同作战计划 所以才一连串 包括说 我们怎么看到 2018、19年的时候 如果大家记得非常清楚 2019年的时候 紧接着巴菲特就去投资 这个日本的这个 上市 所以这个好像都有一个铺牌 美国愿意放开 在日本的国防的捆龙所 所以一切都是这个会议之后 他觉得说 糟糕 我们赢不了了 所以说这是今天美日新闻的独家 对 那你看 事实上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这几年 你仔细来看 这个美日共同作战计划 到底是什么内容 大家不知道 但你可以看到 他们一直在演练 包括说什么历舰演习 还有很多共同作战 夺岛演习 很多都是在西南诸岛 针对西南诸岛发生冲突之后 我怎么去夺岛 我怎么去 甚至连美国跟日本的这个 编程的这个 这个国防军的编程 都因为因应所谓的西南诸岛 会发生的状况的时候 来做个准备 所以可以想念到 日本真的是已经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你刚才讲的 《产经新闻》做了这个独家 他不但把有图有成像 他把所有的图表 当时连所谓的八重山里面 竹复丁 宇纳国道 多梁尖村 大神道 里面有多少人 里面有多少船 我要移动多少东西 居然巨细迷全部都弄出来了 我就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为什么 他就要发生一旦解放军攻台湾的时候 他们认定解放军一定会攻击琉球 还有西南诸岛 他说不是只有打台湾 他也可以打石原 会打攻步道 会打宇纳国道 对 冲绳本岛 所以他们一开始设定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很简单 他就这样子 好 这两 这边主要有两个丁 一个是宫古地区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是八重山地区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说好 我们现在把它分八重山地区 有竹复丁还有宇纳国丁 大概人数都是多少都说出来 不只人数好像 做约莫八千人 你可能坐船 那宇纳国丁呢 有一千人坐船 还有三百人 因为他们有一个小飞机 所以可以飞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宫古地区有多良间村 还有大神岛 我们多少人要坐船 多少人坐飞机 都非常清楚 好 那他们撤来之后 第一个先撤到石原市 还有宫古岛市 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最大的城市 就从小地 小岛到大岛 那大岛之后 有八千五百人 可以坐石原空港 回到这个福岗空港都出来了 那石原港的话 可以坐一千五百人 回到陆尔岛的新港 那你看这个宫古岛的话 有可以回到这个陆尔岛的空港 还有下地岛可以回到陆尔岛的空港 然后平良港这个地方 回到陆尔岛的这个 所谓港口 所以他整个路线是相当清楚的 天啊 好像不止路线非常清楚 他说好 那他们想定是这样 为什么会撤到这个日本的本土 他说很简单 因为冲绳有一辈攻击 所以你不可能 不能撤回冲绳 直接回九州 你们就只能直接回到九州 去这个地方 那冲绳本土要怎么办 他说第一个时间 攻击第一个时间 他说所有冲绳民众 进去屋内避难 所以他们整个避难 完全都已经想定好了 所以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整个冲绳地区都是战区 对 他们日本的想定就是这样 而且还要把人员都撤走 那这要一共要撤多少人 他说包含当时可能预估的观光客 大概有12万人要全部撤走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三月中旬 除了政府和这个冲绳线外 与纳国老的其他离岛的五个城市 会使用私人通信系统 还有私人飞机 还有船只 进行快速演练的试验 所以他不是随便说 他是要真的演练 而且他说 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最大的力度 是一天能够疏散 原谋两万人 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加强 这个所谓的 未来的飞机的数量 还有船间的数量 务必要在几天之内 把这12万人 全部都要送回九州 你知道日本是 他们是认真的在 考虑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讲 我们还觉得台湾是西线五代事 中国到底会不会打台湾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是一个大的问号 没有想到美国跟日本 已经非常严肃的对待 刚刚讲到日本 除了有一个撤销计划之外 刚刚讲这四年来 他不断去强化 他所有的西南诸岛里面 刚刚讲我要设飞弹系统 我要设所谓的防卫系统 设所谓的油弹库 都是由此而来 没错 市场根据这个日经亚洲说法是什么 今天他说 日本防卫省计划在西南诸岛里面来做 增加130座的这个弹药库 130个弹药库 因为这个主要未来 如果做好了这个弹药库 除了日本的支援队可以使用之外 他跟美国一起共用 好 那不只是这个样子 抱歉 还有 因为日本目前大概1400座的弹药库 但是因为过去日本比较防卫 是在北海道 是俄罗斯这边 所以他们过去都是比较偏在那边 但是西南诸岛这边 西南方的话 可能弹药不够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话 整个这个日本的 大概七八成都在北边 所以他说 九州还有这个冲城地区 弹药库存不到10%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要开始大量的增加 在西南诸岛 可能宫古岛 云纳国岛 石渊岛什么各式各样 都全部都要放非常多的 主要是靠近台湾的岛屿 可能都要增设这些 所谓的弹药库 而且这些弹药库呢 是比过去日本的设置的弹药库 都还要更大的一个规模 所以难怪 这四年来 他从里到外 刚刚讲的 我的弹药库开始做 我连我的军队的编制 我的军队的指挥系统 还有跟美军的一个训练 完全改头换面 而且那事实上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日本与全国大概有15个师 他们分布在这个地方 那15个师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有非常多 你看 比如说原本的机动 机动 原本的机动师 是什么意思呢 机动师就是除了 这个驻扎在当地之外 我可以马上调到别的地方去 那所以过去呢 可能有8个师 大概可以机动的调动 万一打仗的时候 其他的师是不动的 那其他这个 有机的这几个字呢 他就完全可以往南方去 这个西南诸岛 诸岛 但是现在日本不是了 日本现在是 你看每一个都是机 全部都机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未来的每个时间里面来说 我每一个军团呢 万一西南诸岛有事 每一个军团都要能够 支援到西南诸岛去 都完全要调动 所以这是他们 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所以他们显然 认为西南诸岛 真的是有可能会爆发 充足的一个可能性 刚刚讲到的 现在日本几乎每天都在 讨论台湾的议题 讨论台湾的中国的问题 然后刚刚讲到的 所以他们 我不知道台湾拍到 NH开到 中国在美国 日本自己拍到 他们的油弹库 怎么样子来提升 怎么样去建构 清清楚楚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除了这个日本本土 他们所谓 相当的补充的状况之下 现在呢 现在冲省也要开始增加 所谓补充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 从日本的九州 还有冲省 是前线 万一真的作战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要撤退的时候 它是当成是前线的 补充战 所以你看事实上 加首纳的这个 美军加首纳的弹药库 开始扩大 另外冲省也 冲省的这个基地里面 有非常多 这个资议队 已经到那边去训练 所以他们也要强化 整个在冲省的整 整整备 还有物资补给的 相关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日本的作战计划 也是非常的明确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的作战计划 非常清楚 西南诸岛 只要出现几级状况 他的所有的海军入战队 两栖入战队 马上行动 对 你看他们就开始作战 你看夺环作战展开 也就是他们被攻击之后 我们还会夺回来 从他们本土调动 军队过去打 所以那事实上 日本整一套方案 都已经有 完全非常准确的一个情形 董事长 我一直觉得 台湾过着太平 也过着西线湖战士的日子 就没有想到 第一个代表上来吓我 说2027年 他会 中国会尝试进犯台湾 第二个是 日本完真的 他居然有一个撤销计划 撤销里面 刚刚讲的 宇纳国道 宫古道有多少人 要用船还是飞机 全部都计划好了 有这么严重吗 我现在这个逻辑很有意思 我们要解读这个事情的话 首先那个 日本前 前印太司令部 司令戴维森的讲法 他认为 之前的说法是 2027年 中共会完成作战攻台的准备工作 今天的说法 可以进犯台湾 但是我认为 前面的说法比较正确 准备好 2027解放军 已经完成了攻台的准备 这个是事实 是 那我们要如何因应 我相信我们 台湾也有不同的想法 那第二个有趣的在哪里 今天这个演习的目的何在 撤销演习目的何在 这12万人 这等于什么意思 你知道吧 全部撤光光了 你说对 把石原宇纳国道 公布道全部清空 对台湾居民 平民老百姓全部撤光 对 那换言之下 这是变战场 这个将来一定是解放军 非打不可的地方 为什么是非打不可 为什么地方 因为滨海作战团 滨海作战团 美军的 因为A2AD 对 A2AD已经让美国航空母舰 出不了港 对 那怎么办呢 他这几个小岛 不是已经设计过了吗 对 全部用西腰三洞 用海军陆战队 对 带着这个 海马士 海马士 然后到这边来 直接攻打 这个解放军的源头 这是美军才有力量 去攻打解放军源头 所以说 搞了半天 他不是手 他是攻 就是我如果发生战争了以后 我这个地方清空 清空又让美军进来 美军进来变成 这个攻击基地 进攻基地 所以他进攻基地 打什么东西 打中国源头 打中国的源头 所以老公要不要打你 当然也要 所以老公非打他不可 所以这个是美军的进攻基地 他才要非要 他不撤他怎么办 他不撤他 所以说只要台海发生战争 石原宇纳国土跟孤岛 就会变成战场 变成战场 我要把老百姓给撤走 所以他不是撤 起码他做这个准备工作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几个小岛未来都会变成 从帛琉开始 一条第一岛电的外围 全部都变成了 所谓的滨海作战团的游击基地 对 他的西腰山洞 向来你不知道 他西腰山洞下来 海马斯下来 他战斧飞弹架好 就打 攻击完了怎么样 跑 就跑了 他不是用这个吗 用分散性战术 这就是这些小岛 跑来跑去 让你老公打不到我 但是我可以打你源头 这个源头解决掉之后 他的航空母舰才敢出海 航空母舰不敢出海 所以日本人知道 你要在我家打仗 我还把老百姓 留在这边让你打 当然要撤去 当然先撤在讲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老美会不会告诉他说 我要去哪一个岛 当然不会 不会跟你讲 我腰山洞下来的就打了 打了就走了 他可能前后 可能就几个小时时间 就走人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么重要的 这个机密作业 日本人不会知道 所以他先演练 所以要先清空再说 先演练 如果有这个演习开始 他先开始先演习 对 先演习让他 能够疏散的力量 他的作业的能量 他的运输能量 要建立起来 是 那这后续老美 交给你就完了 跟他没关系 他怎么可能去打源头 对不对 只有美军有人力 但美军会不会打这个源头 也不一定 不知道 到时候不知道 因为以俄乌战争来看的话 那搞不好 把台湾放鸽子也不一定 我们不知道 但起码日本人有这个 对这个目前西太平洋 要破中共的A to A 美军的准备工作 是开始有做这个计划 这是不变的事实吗 而且你昨天还谈到一个非常关键 就是现在美国当然是要拉帮 解派 美国在拉帮解派的过程 他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牌 没想到是我们的台积电 因为为什么欧盟会低头 为什么欧盟会配合美国 说你今天荷兰的这个 你不能把生者外光机卖给中国 关键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有可能去欧洲设厂 也就是现在的晶片 已经变成全球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而这个战略物资已经被老美 牢牢的抓在手上了 对现在目前欧盟也成立了晶片法 美国也成立了晶片法 这些晶片法案里面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都是封锁中国市场 跟中国公司的产品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台积电当然是这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他们已经法案明定 把台湾台积台湾纳入合作伙伴 欧盟也已经列了 在过年时间欧盟通过这个法案了 所以这个法案已经进去了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当然就会有第二轮的竞赛开始 你也知道欧洲现在 尤其德国 这种主要的车厂 现在磨刀祸祸祸 都准备进入所谓的电动车的战国时期 所以台湾金片 而且目前来讲的话 中国的比亚迪 在欧洲的销售量 是全欧洲第一名 所以这些都开始短逼相接了 短逼相接不是用过去 我们去年以前的思维 说我们28纳米以下的东西 慢慢搞 现在不是了 现在所有的控制系统 所有的AI系统 所有的无人化的准备 所有的高科技的条件的IC 全部进入车用半导体的设计阶段了 好 另外就是 刚刚讲到的 现在新南驻到 日本不断去增加它的油库 弹药库 现在把它的所谓的油库 弹药库 所有的军备 全部的提升 你说台湾也是 你说台湾现在默默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也到处 在增加油弹库 宝杰你知道我们全台湾的弹药库 总共有几座吗 几座 总共350座 350座 不要小看这350座 好像在量上面 比日本的1400座好像要少 对不对 但问题是 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弹药库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 新北市的土层弹药库 现在不做弹药库使用了 你知道单单这一座 土层弹药库有多大吗 多大 大安森林公园的3.6倍大 单单一座 就有3.6倍大 你就知道台湾有些弹药库大到 可能一个地方 一个弹药库有30几座的 这个相关的仓库来放各式的弹药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 过去台湾因为面临了 包括823炮战等等 所以你看我们有8寸榴弹炮 有两四栋锯炮等等 那保杰刚刚讲的弹药库 那你知不知道 我们台湾总共拥有一1.5公里以上的 各式各样的榴炮 各式各样的炮弹 你知道台湾总共有多少吗 多少 400万快350万到400万枚 可问题是 其中有三分之一都已经接近到报废了 因为炮弹生产了以后 它的火药会潮湿 所以你必须要处理这些 所谓的濒临报废的这些废弃弹 我们现在的淡水河口 很多人喜欢在那边看淡浆细噪 淡水河口下面 以前全部是废弃炮弹 全部都直接丢到里面去 全部丢在淡水河口的里面 下面全部是废弃炮弹 那会爆炸吗 多到无以复加的多 那么事实上除此之外 那也就因为我们的炮弹 有些老旧了 所以还必须要不断的生产 所以事实上就在拜登总统一上任的时候 我们立刻跟美国买了九年的海军的炮弹 一次全部构足 九年的海军的炮弹 全部都买下来 那么除此之外 现在因为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 炮弹的消耗量超过我们大家的想象之外 你看那么美军自己这个为什么 现在包括日本包括美国一直在这个琉球诸岛 一直在不断的要增加到140个左右的这个弹药库 美军自己评估他们在琉球相关的 琉球附近跟太平洋相关的这些岛里面的这个基地呢 大概如果万一有那么一天 那万一美国跟中国开战的话 七天之内美军将消耗完所有在太平洋沿线的炮弹 七天就消耗完毕了 一个礼拜就打光了 七天就打光了 那打光了怎么办啊 尤其是台湾我们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呢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跟那个俄罗斯 那么平分秋色 甚至于还偶有加做的原因是因为 世界各国源源不断的把15公里的榴弹炮 这些全部都支援过去嘛 几十万颗 几十万颗全部都支援过去 可是万一老共如果来打台湾的话 请问世界各国有机会用船运的方式 用空运的方式把炮弹运来台湾吗 没有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老共为什么要叫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上面的飞机不是用来打台湾的 它是用来封锁台湾的北东南浪 美国跟日本没有办法来救 进不来 所以你就进不来 那进不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大概利用废弃的相关的这个代用户 整理出64个 慢慢在今年之内会全部慢慢把它整理出来了以后呢 大量的放置各式各样的这个炮弹 过去像我过去 我们特种部队甚至几年前 在立阳就是谷关那个地方 空降特战中心 我们半夜就要去战卫兵 就是所谓的弹药库 那边就有一个 比如说弹药库嘛 所以台湾到处都有弹药库 不过过去 过去那些时间里面呢 有些弹药库已经放溃掉了 所以现在必须要做一件事 盘点清查 那么尤其是陆军啊 海军空军这三军 那么他们在台湾的这些弹药库呢 尤其废弃的全部都清查完毕以后呢 重新把它整理以后 放这些弹药啊 那为什么这样讲 刚刚讲到这个飞弹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制造的这个 那个射程啊 还有制造的那个相关的弹药嘛 大概我们看了一下资料 大概包括天空三型的飞弹呢 那么一年增加到96枚 如果海射 海射的舰二飞弹是用来防空的 大概是150枚一年 反舰的雄风三型的这个飞弹 包括增程是70枚 包括雄风二型 也包括那个所谓的1200公里 可以打到北京的雄身飞弹 一年是131枚 万件但今年要生产50枚以上 好不当当 那么要求中科院 一年生产要到503枚 那你知道去年中科院干了一件事 我们不是要求他一年生产503枚吗 他去年生产了800多枚啊 你知道吗 他想尽办法日夜加班 然后不断的生产 明年2024年 我们将超过可能到1000枚以上 所以事实上台湾 那为什么要弄那么多 就是为了因应可能的这个等于说 那么相关的这个中共万一哪天犯财嘛 所以台湾不是只有飞弹岛 赤卫岛 豪竹岛而已 未来整个台湾 包括飞弹 火箭弹 炮弹 索榴弹 跟子弹 这五弹齐八 台湾有可能成为 整个亚洲最大的弹药库 好 郭敏 之前有个日本的智慧队退役中将 写了一个台湾有事 日本眼中的台湾地缘重要性 结果刚刚从这本书里面 他考了半天是 我以为说只有台湾 或者日本加战就不错了 甚至日本跟台湾 我们之间有火力 有相互机会的关系 可在这本书里面 把印尼都加进来了 所以就知道 为什么日本要去卖给印尼 这些类似海巡船 海巡船这些东西 都跟这个战略有关系 当然这个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不只是口号 那其实这本书早在2020年 就已经写出来了 写出来是后来已经有翻译 所以其实这个是四位退役的 日本智慧队的中将所写的 所以其实他们刚退役 其实他的本职权还不错 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看 那为什么日本会说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因为万一不信 不信了 台湾被打趴或是打挂 然后其实会影响到 整个日本的周围的行业 所以其实日本 这本书很简单 就是说好 台湾有事 有事说万一 万一真的被中国怎么样的 那日本就有事 那日本有事的状况下 其实日本有看到 我们要加强相关的防御 要怎么加强相关的防御呢 其实日本 它那个叫西南诸岛 冲绳这个地方很有趣 那冲绳这个地方呢 距离上海东京跟台北 它是等距的 所以其实等距的话 其实在这方面 其实早在日本 在2016年 这在他们的国境之西 云纳国导 设什么呢 设哨戒战 哨戒战就是监听战 因为你要先听到跟看到 才知道 监听战 他们叫哨戒 哨戒战 那后续呢 日本又在2019年 公路跟云纳国 建什么 建防空飞弹 因为你要先撑起 一把防空伞 防空伞之后呢 开始建 所谓反建飞弹 然后反建飞弹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图 原来是这样子 左边这个图是说 介绍的 其实台湾的防空飞弹命中 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不只是天空二型 天空三型 还有爱国泽二型三型 还有爱国泽真诚型 这些的密密码码 其实是 算是世界上最棒的 一些防空飞弹系统 这个国外智库都有评估 但是呢 其实能够防卫自己 还不够啊 其实我们还有 雄风二型跟雄风三型飞弹 那我们 我们再搭配 又编这张图 就大概知道很清楚 原来的日本 为了一年 而西南驻岛有事 而台湾有事 居然 从宫古岛 云纳国岛 还有安美大岛 这一系列做什么呢 布置所谓的反建飞弹 那反建飞弹之前 十二次大概是射騰 两百公里 那真诚型的话 大概一千公里 那战机的话 这一千公里 那其实我们都常常在新闻说 中国军阶会凸穿 宫古海峡 其实不对 那叫宫古水道 宫古水道 一百三十公里宽 所以其实飞弹的射程越长 其实 它那函干面比较够 那其实日本之外 我们看到说 我们台湾的 日本的云纳国岛 好像跟我们宜蘭 书澳很像 没有错 其实在西南这一块 对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把雄三的飞弹 反建飞弹射程 再画一个扇形火力范围 那基本上就可以构成 日本跟台湾的区域连防 那当然 当然这个是必须在 可能在美军的指导效 才有这种效果 因为其实 不管中国军阶要图传 第一岛链 还是说 他们要挥逼台湾 其实都可以用 这个反建飞弹 来做一个嚇阻 那除了日本 加强自己的军备之外 其实日本 现在也跟美国一样 拉帮切派 拉帮切派做什么 在2007年 其实日本就出售 不是出售 基本上就是半箱送 给印尼这三艘 这个巡视船 那巡视船做什么 其实基本上 这些巡视船 还不错 都还不错 那这些巡视船 都让这个印尼去做 印尼去巡逻 那印尼是个万岛之国 那它的经济海域巡逻 非常的好 那除了印尼之外 日本呢 也给菲律宾 也给越南 相关的巡视船 那日本的更有趣的人 居然是给了 越南什么 暗基雷塔 暗基雷塔做什么 就是让越南可以沿着整个南海 去监看中国的动态 那当然了 对越南来讲 它还是有好处的 因为日本给我军 军备 我装备 我可以节省建军成本 但是我帮你 看住中国的舰紧动态 这个是双方有附会的 那其实我们不要看小看 菲律宾 那其实菲律宾 除了跟日本拿帕结派之外 其实他们自己家常国防 他居然是跟印度采购什么 布拉莫斯巡应跟反戒飞弹 所以其实这些周边国家 不管是用反戒飞弹 巡翼飞弹 还说巡视船 都把整个南海 看个严严密密的